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你肯定不信 这个男人他看不上你 你信吗 一个人什么情况下 会看不上另外一个人 就是这个人自己都觉得 自己是没有价值的 你告诉我 你活到今时今日 你最在乎的是什么 你说你在乎你母亲吗 如果你在乎你母亲 就不会在你的 这个所谓的男朋友 吼了自己的母亲之后 还一心想要嫁给他 你在乎他吗 你要是在乎他 就不会在网络上 跟别的男人暧昧 玩游戏 所以你连他也不在乎 你在乎自己吗 你也不在乎 你孤注一掷地 想要把自己交给他 你在乎自己吗 你自己的生命当中 都没有自己 想要在乎的东西 甚至连自己也不在乎 妈也不在乎 男朋友也不在乎 这段感情也不在乎 将来的事业也不在乎 请问 他为什么要在乎 你这样一个 什么都不在乎的人呢 你不要动不动就说 我是为了你而留下来的 好像自己放弃了 很珍贵的东西一样 事实上你留在内蒙古 和留在天津是一样的 在这靠他 在那靠妈 所以你为他留下来 这句话说出来 他并没有感觉到 我要为之动容 哎呀这个女孩 为我放弃了一切 其实你也没放弃什么 你留在哪都一样的 所以 你至少要想清楚 让自己活得有价值一点 每个女人都要 在内心对自己说 我最珍贵 这样的人 才活得有盼头 你自己都没有 珍贵的东西 别人是瞧不起你的 因为你自己都不在乎自己 好不好 你刚才说什么 你说 我还小 我还要玩 是吧 他当初为你留下来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这么说 比如说当时这女生说 我不回内蒙古了 我在这 如果当时你跟他说 我们还小 我不一定会娶你 我还要玩 我还没玩够 你为什么不说实话 我看我说了 他就离开我 是啊 所以你就隐瞒了 你就骗吗 所以很简单 女生 不管是留在天津 还是在祖国的各个角落 你都要有自己 对于将来的安排 你要有自己的价值 你唯有能够体现出 自己的价值 男人才会认可你 才会把你当回事 否则的话 你付出的太多 别人也不会把你当回事的 明不明白 还有你 你想玩就玩 年轻玩没有问题 请你说真话 待会儿60秒的时候 你就可以跟他说 我还小 我并没有打算 现在就结婚 再也不要说 我们真心相爱 你再相信我一次 肯定出时间出来陪你 我干嘛别信啊 不能信的 信自己 就这样 谢谢你 谢谢 谢谢大家